哎呀,你輪轉天氣,風濕骨痛好辛苦呀 奶奶,我剛剛買了一個最新科技的太空小凌晶 可以迅速舒緩任何痛症 那就不怕風濕骨痛啦 哇,這麼好? 那就買多個分享給二婆吧 太空小凌晶,可以在陸創意健康店買到 電話288248400 網址是www.h-e-a-l-t-h-s-h-o-p.com.h-k 歡迎收聽原網台的自然療法與你 我是Della 今天會繼續和袁大明自然療法醫生 和大家分享一些最新的自然醫療資訊 和最新的發現 讓你和你的家人都可以享受到健康快樂的人生 Hello,袁先生,你好 Hello,大家好 我想近日相信大家都有接收到 很多關於現在這個新冠狀病毒的資訊 最新也都看到就是英國皇室 查理斯王子也都被確診了 是有這個冠狀病毒的東西 官方就說 戰士的症狀都是很輕微的 但我們也看到傳媒的報道 其實他也很快就已經康復了 也恢復了自己一般社交的活動 大家知道為什麼會這樣嗎? 相信這就是因為 因為英國皇室一向都有原用開 這個叫做同類療法的醫療方法 在2003年SARS的期間 我們袁醫生也曾經因為這個流感 這個非典型肺炎這個事情的時候 也都開了一班 大約在一個星期六日的時候 大約五、六個小時的時候 一個課程 教授了怎樣用同類療法去處理 當時這個SARS感冒的課程 而在上個月也都因應 這個新冠狀病毒的情況之下 袁醫生也都開了另一班 教授人士怎樣可以用同類療法 去處理肺炎的問題 在當時我們有三十多位同學出席 而這兩個課程的資料 DVD等等 其實已經可以在我們 錄創意健康店有得買到的 由於今次這個新冠狀病毒的疫情 其實跟上次SARS很不同 因為今次這個擴散 比較是很大範圍的 甚至乎是整個世界 全世界都感染了 令到很多人實在是很恐慌 我相信大家都有這個感受 其實說到尾 我們之前有幾集都說過 其實真的不需要這麼恐慌 為什麼會這麼說呢 就是如果我們自己的身體免疫力夠高的時候 其實都不需要擔心這樣 相信現在的人是恐慌 是因為他們誤解了 聽到官方西醫的方面 就說中了招之後就沒有藥衣了 疫苗還未研製好等等 而相對來說 亦都是死亡率比一般流感高的 所以令到普羅大眾的市民覺得 如果我真的被確診了的時候 那時候又沒有疫苗 我就真的死定了 其實事實上又不是真的 現在在瑞生有些報道裡面 我們也看到了 因為有些人士 其實免疫力是很高的 就算被確診了之後 其實他們都沒有什麼病徵 現在看到很多已經沒有病徵 其實他們沒有什麼事 只不過是確診了 他們在做這個心喉的檢測的時候 就說是正確的 就算真是一個不幸運 有了肺炎 都不一定會是死的 所以因為傳統上面 其實在醫療上面 我們有很多其他的方法 可以處理我們那個身體的各種的病症 相信這個肺炎也不是剛剛 今時今日才流行發生的 在遠古時代的時候 也都已經有肺炎這個病徵 所以我們今天很想請到 袁醫生幫我們詳細解釋一下 當時的時候 比如在早成一百年一個 就是以前的時候 有同類療法醫生的時候 他們怎樣開始可以處理 用同類療法去支治患有肺炎的病人 麻煩袁醫生 大家好 雖然我都在一個月之前 好像多於一個月之前 差不多了 我已經開了班 因為我一直都在香港 一直都教授了同類療法 都開成四五年了 都很多學生 都數以百計的學生 聽過我們的課程 但當然 肺炎這件事出現之後 大家都很希望 即時學到 如果有肺炎的時候 跟我們療法是用什麼的療劑 是可以處理肺炎的 是 好了 其實那個課程 包括我們2003年 我們處理感冒的課程 其實在六創二 已經製作了一個光碟 大家可以還有一本書 和大家分享 可以怎樣處理 所以大家如果有興趣 可以來六創二 買到這些資料 好了 但是因為始終 這個問題 令到太多人 是太過恐懼 我又覺得 如果我們 讓大家了解到 其實就算 就算你真的 是出現肺炎 不是說沒有藥醫的 你不要再有這種錯過 就算西藥的方面 是沒有什麼大效藥 因為它是一種 所謂病毒性的肺炎 當然一般性的細菌性的肺炎 或者是資源體 或者是真菌性感染引起的肺炎 其實也有些方法可以處理的 但是一遇到所謂病毒性 也叫非典型的肺炎 所以是真的沒有藥醫的 它是沒有一些所謂大效藥醫的 所以這些人就產生這種恐慌 其實也是一種錯覺 除了對抗性的醫療方面 當然這個地球上有另一種醫療 叫做同類療法 這個同類療法可以這樣說 是全世界屬於第二大醫療 很多國家包括巴基斯坦 印度 很多歐洲國家 南美、巴西、阿根廷 其實都有很多從事同類療法的醫生 也都是政府認可的 70多個國家是有政府認可的 所以你可以看到 如果他們在這些國家出現這種病 很快的人就會用到同類療法去處理 你可以看到死亡率一定會減少很多 就是大家拭目以待 前一陣子我們報道聽到 查理斯王子中了之鷹 那些人都問我 會怎樣怎樣 他是不是會 他年紀大 他認為是一種高危的年紀 那我當時的那怪 你不用擔心的了 他很快就會痊癒 因為為什麼呢 很多人都知道 英國皇室一直都是用同類療法的 在他一群的御醫裡面 他一定有一位是同類療法的醫生 所以我看到很多時候 為什麼皇室前一陣子 其中一位太妃 他是懷孕 然後他入了醫院 我感覺他應該是任神呆吐的問題 很嚴重的 然後全部看到 皇室就派了他自己的醫生進去 很快就出來了 王妃是不是 王妃 那些孫那些 他們很快就出來了 我肯定他們派過是什麼醫生 是同類療法醫生 在英國其實也有很多同類療法醫生 在好幾年前 我去意大利 上一個同類療法的課程 我飛機上就遇到一位醫生 原來這個醫生 是在英國的 Glasgow 愛丁堡的 一家醫院裡面的一個醫生 其實是他的院長 大家聊起來 在英國還有五間醫院裡面 都有同類療法的門診服務 入醫院那裡不知道多不多 但我相信主要是一個大的門診 但他祖然是一個醫院來的 今天我跟大家介紹的資料 就是根據一位很早年前的一位同類療法醫生 名字叫Douglas M. Borland B-L-A-N-D Douglas Borland 他是當時在Glasgow 一間醫院裡面的一個主診醫生 他有一本小書 這一本很有名的書 這本書叫做肺炎 《Pneumonious》 其实书里面是讲序述是当时用同学疗法处理的不同肺炎经验的个案 今次我会跟大家分享一下他本书所讲的不同的应用同学疗法的方法 好啊 好啊 首先我们要少少了解一下同学疗法在治疗过程里面 我们是要考虑很多事情的 第一我们要考虑那个是什么病 当然我们知道肺炎基本上临床上的特征就是急性发病 一般都比较快一点 那个人就是寒腺、怕冻、高热、空口痛、咳嗽 还有有一套铁瘦式的痰 这个是一个典型的肺炎的积狀 好了 在那个肺炎里面 那个基本的临床我们要认识 还有在那个病理那方面 我们知道呢 肺炎是有经过一个过程的 OK 早期呢 主要是那些病毒细菌在那个肺泡里面 是生长成那个在繁殖的 所以引起了冲血 就冲血里面的水肿和脏液滲出 这叫做冲血的水肿期 英文叫做 congestive stage 就是早期的 中期就主要是成为一种 红血就是血 红细胞的渗透和实变 这样叫做红色的肝阳变 英文叫做hepatization 真真正正的 那个红色细胞 就是红血细胞伸出来了 所以那个肺好像肝这样的 不是灰灰 就开始红色的 好了 后期就变为大量的白血球 和吞着细胞的聚积 这个就叫做灰色的干阳变 最后肺炎慢慢地逐渐消失 这个叫做消失期 叫做resolution OK 所以就有几个阶段 有的所谓冲血 水肿冲血渠 红色干阳变 我叫做hepatization 灰色的干阳变 我叫做consolidation 可以说是慢慢地 是实起来的 那当然了 最后就好的时候 就出现了消散的resolution 再跟大家了解一下 到底一般的肺炎 是有什么的症状 刚才我曾经所说的最基本 通常那个临床上 病者就可能之前 是受寒 或者因为潮汐因素 或者疲累 或者喝酒过多 或者饮食 生活方面太过不见点 有精神刺激 或者也有病毒性的感染 就是我们现在说的 基本上是病毒感染的问题 起病多数很急 先有些寒症 孫蛮症的人 认为高熱 可能达到39到40度 涉事如此高 亦都有些 Lesening Medicaid 蛮流 有時會沾弱的刺痛、咳嗽、深呼吸 就會令到胸痛更加加劇 或者肺下腋的炎症會刺激到隔肌的刺激 導致腹痛、肚痛 有時會被迂腺以為急性腹痛 可能還以為要做手術 初期是乾咳,慢慢有少量的黏液、黏痰和鐵瘦顏色的痰 在灰色乾氧狀變或消失期 就可以開始咳出一些黏症的濃性痰 如果病變廣泛,便可以出現氣急 氣急是無法呼吸的,會嚴重 鼻孔便會煽動,鼻孔便會喘動 鼻孔便會喘動,鼻孔便會發紫 也可能在口唇和鼻周邊出現單純性的拋疹 有少數病人亦會出現惡心、嘔吐、腹肚、輻射、腹痛 這些是一般肺炎臨床的表現 好,你記得在同一個療法裏面 作為一個醫生,我們要去治療的過程裏面 當然我們要了解肺炎本身的病徵 所以我們要用一些療劑,或者臨床上 我們實證知道可以處理到這件事 但是只知道肺炎典型的病徵 其實我們是不足夠的 在同一個療法的治療裏面,我們是不足夠的 其實好像中醫也是 中醫也是除了要知道是什麼病徵處理 但也有中醫的辯證 中醫的辯證,也有中醫的基礎理論 要看看是否粗異的方法 是否一種痰室的問題 或者是寒涼的體脂、寒涼的病徵 其實在同一個療法,我也需要這方面的治療 除了病本身的臨床表現之外 我也知道病人遇到這些病時 這情況是個別體脂、會發生 會有什麼症狀出現 剛剛袁醫生您最詳細場解釋一下 一般的臨床診治肺炎出現什麼症狀 稍然回來繼續回到我們的治療法 與您 dailyclick 題目是 《肺炎的同類疗法》 当然我们可以有时间去大自然,除了鞋在草地行走下,就可以做到接地器 但是城市人工作这么繁忙的时候,其实现在市面上已经有一些接地器的产品 在我们的健康店,这里有很多客人买回家,每一天都可以接受到接地器的治疗 接地器的产品可以在我们陆创意的健康店,可以买到的了 联络电话是28824848 欢迎回来第二节原网台的自然疗法与你 继续我们今天的题目就是,肺炎的同类疗法 如今先生,上一节你就和我们讲过,也解释过,相信大家都知道 中医的辨证上,也要跟随病人的体质 我相信同类疗法,你刚才也提过 除了考虑了,本身的肺炎在病临床上的反应 表现之外,其实你刚才提过,每一个病人的特别反应 我们都要作为同类疗法医生,在配备疗剂的时候 都需要知道 其实是有什么特别的反应 或者是我们自己要怎么留意到的情况 有哪些情况是自己需要留意 反而说给医生听,才可以配合到疗剂呢 好了,譬如来说,很多其他症状是关于个人的 譬如,那个病人的胎胎是怎么样 是不是一个很平均的胎胎 即是很平均的,或者是口很干,或者是很濕 或者是很口渴,或者是一点都不口渴 或者是是不是躺在一边,躺在病座会舒服些 或者要躺在另一边 或者是他那个样子,是不是很毒的样子 或者是神纷尖语的那个表现 或者是我们的儿子说是很兴奋 或者是他躺在病床的时候 他的心境是否想有人陪下他 或者是不想有人陪下他 这些东西全部都是我们作为一个 在同外疗法的那个判药去找药 我们全部都是要去考虑的 即不是真的只是知道他 即是有咳,有高温,有冻,有空口痛 就不是纯粹只是这些了 就要考虑其他他刚才说的因素 好了,这次我们先和大家分享 在不同的阶段 要考虑的不同的疗剂 这是Dr.Bolin的临床经验 先和大家讲一下 例如在早期的肺炎里面 Dr.Bolin提出了他用过四种主尿剂 大家可以记录一下 第一个是烏头 英文叫Aconite 第二个是Dinke Belladonna B-E-L-L-A-D-O-N-N-A B-E-L-A-D-O-N-N-A 烏头是Aconite A-C-O-N-I-T-E 这是烏头 Ipecac, C-A-C-U-A-N-H-A Ipecate Root 是吐根 它说在早期,我就会用这四种主要的尿剂 先跟大家介绍,第一种是污头 污头通常在肺炎中,你会看到 它的发病是很快,很突然出现的 很多时候,你会听到病人受了寒 你会发现到受了寒 可能他日头受了寒 然后,黄昏下午,就立刻出现了发烧 通常是一种很急,很快出现的状态 通常污头的人,体质比较健康 比较健康,健康 通常你会看到,温度非常高 来得很快 还有人很兴奋,很紧张,很不安 还有很多时候,很焦雷的状态 这个病人通常的脈搏是红壮的 还有面部是红红的 还有皮肤又干又热的 病人通常说,他的口很干又感觉很热 还有有点麻麻的感觉 亦都是一个很强烈的口渴感 还有,通常他都想喝些冻水的 这个是烏头的阵营 这样你会看到,这是一个阵营 如果作为一个病人,除了说有肺炎的症状的时候 我们也会问他,之前可能是受过汗 然后又会观察到他是不是那些脈搏是否很强烈 面红红,当他发烧的时候是否很紧张 比较焦虑,也会问他是不是很口干 想不想喝水,是不是要大口一点 喝热水还是冻水等等 如果问他这些是符合了这个烏头的肺炎的时候 其实我们就可以初步一下 都觉得可以用这个肺炎去处理 这个是你表面会见得到 当然还有很多其他东西要看的 原来肺炎,很多医生都要看瞳孔 原来那个烏头的病人,那个瞳孔是会收窄了的 是会收窄了的 虽然我曾经说了 他那个人的面又红,皮肤又红 但是他很多时候,那个四肢他觉得冷的 你看这个形象 通常他会有一个咳得很短促,又干又短促 是不断地咳的 他们说,为什么呢? 因为我喉咙很干啊 所以我就会咳咳咳咳咳咳咳不停地咳咳 当然,早期咳咳咳咳咳,咳到可能会痛 那种痛,那种刺痛的东西 好像在枝面刺痛 有很多时候,在左边的胸部 在左边的胸部比较多些 OK? 通常呢,我曾经说,这些病是来得很快的 通常是12小时的 他可能病了之后,中了之后,什么都好 他就发病了 通常是12小时之内,就已经出现了 而且是在左边的肺尖 好了,通常呢 还有些症状呢,他通常是左边 通常呢,他亦都不喜欢躺在受到影响的部位 OK? 所以,如果你要他躺在左边 因为他左边不舒服 要他躺在左边,他会觉得很不舒服 通常呢,他就喜欢坐起身 或者躺在背部就算了 就是不要打到一边 好了,这个往往是一个早期的肺炎 有时候你会看到,开始有些少量的痰 痰里面有少少血丝 那种很鲜红的血丝 那当他咳嗽的时候呢 他好像觉得整个肺炎 好像有一把刀切那种痛症 好了,大部分时间呢 这个烏头的用法呢 都是最初二十四小时的阶段,你用就对了 嗯 很少呢,是过了三十六小时之后才用的 那时候的阵型可能已经会变了 这样 所以呢,用那个烏头呢 那个是要快手 好,通常你要是早期捉到他的早期呢 那你就用这个 OK 好,那我们说,那如果你用呢 就是用什么的,用疗剂 但是同一个疗法有疗剂 有不同的分能 是 如果我们,可能有些听众没听过 不了解 同一个疗法的疗剂呢 是有一种不同的稀释的方法的 那我通常呢,就是用高一点的疗剂 高一点的分能 所谓高一点的呢 高一点的分能呢 比如三十四 三十四就是说呢 这个疗剂呢 烏头呢 烏头大家如果真的有机会去查呢 发现烏头本身是一种毒的草药来的 但是你就不用担心的 因为烏头呢 在同一个疗法里面呢 是要经过轻易制作过程呢 是要经过一系列的一连串的稀释的 那譬如我说三十四 三十四是什么意思呢 就是说呢 一百分之一 一百分之一的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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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那其实呢 在我们那个 法学上的计算呢 如果你是用一个 gmolecular weight 开始的烏头 就是这样的分能开始呢 做到12个C 其实就一个molecule 一个成分而已 那这样你看到呢 我们所谓说的 同一个疗法的疗剂呢 其实呢 很高分能 根本是没有任何物质的 是 好了 所以呢 如果记住一下 烏头是早期见到的症状 就立即要化用 好 另外一个疗剂呢 我就叫做 轮酸铁 是Ferent Force的 是 这个也是一个 属于早期用的第二治疗剂 那 好了 那症状呢 就是这样的 这个 轮酸铁的肺炎呢 是被烏头 就离得 遲少少的 没有那么快出现的 OK 那你可能就是 可能下午呢 是受到寒 受到感染 那样 那到慢慢地 可能到第二天 第二天的 第二天的 你才可以见到的 或者甚至乎 去到呢 就去第三天 才看到 这个肺炎 那个症状出现 好了 那我们怎么分辨呢 大家都是快来的 是 两种的烏头 和那个硫酸铁 都是早期来得很快的 那虽然呢 就 烏头再快点 就快点 早点 来都快点 那好了 那两种的 怎样变变呢 就是我们的表面去看呢 那个 烏头呢 上去说 是一个鲜红 泛红的面 又热又干的皮 是 那你在那个 轮酸铁那里呢 就比较上那种 红呢 就是比较是局部性的 可能呢 在那个面颜那里 面颜那里 那个 那个cheak bone那里 比较多 那有时候 你会看到呢 是一个 一个 局部性的 一种的红 是 就不是一个 全面性的红 那还有呢 有时候你会看到呢 那病一咳嗽的时候呢 它就会红一点的 OK 那停了咳嗽之后呢 那种红泛 就会慢慢退了下去 那你会看到 那也有时候你会看到呢 那个红得泥呢 那个其他的部位呢 都有一点点淡 就是一种青青 就是淡色的 OK 那 还有一样东西呢 你会看到呢 那种 那种 蛋白的位置呢 很多时候呢 在那个 在嘴上 围着嘴 OK 那这个呢 大家的表面那方面呢 是有不同的地方的 好了 那 那 那 我曾经所说的 烏头的人呢 很紧张 就快死那种 那样的感觉 那那个 那那个 轮酸铁呢 就比较慢一点的 他人呢 是比较累一点的 OK 那还有呢 就不是很想说话的 啊 记得烏头的人很紧张 是很紧张 那这个呢 这个呢 那个流酸铁就不是的 它是比较慢一点 那还有呢 它呢 就是对周遭的那些 环境的干扰呢 是会比较敏感 所以任何的声音啦 如果有人说话 说得太大声呢 他们觉得不喜欢的 他就喜欢静静地地休息 OK 那就是 总之不要很多人 不要在附近去搞它 这样 好了 那 那 那么 那 那么 那就 现在和污头不同,因为污头好像快死,很害怕 所以污头的时候,很多时候要个人在旁边陪着他 不喜欢一个人的 污头和轮酸脱脱的温度都是高,体温高,高烧 但相应,轮酸脱有时候温度不是太高 没有污头那么高 但是大家的脈搏都是红脱又快又急又红脱的 好了,大家两者都很口渴,都喜欢喝大量的冻水 但是轮酸脱有时候,病人会说他有一种意味的 有一种觉得甜甜的味道,口看有一些甜甜的味道 他喝冷水也好,他有时候喜欢喝酸一点的水 觉得好像冲淡口的甜味 舌头方面,脈方面,大家有些不同的 污头通常是干的,通常不是有很多脈胎出现的 但是轮酸铁通常有种种种的感觉 早期大家都会红红的,慢慢地 有时候有些青青,淡淡白色的脈胎 到第三天左右,脈胎就形成了 但是最重要的是,在早期看到是一种暗红色的 好像一种种种的脈 脈胎也有一种很严重的,不停的,很辛苦的咳 他就不是说好像烷头像一样 因为喉咙很干,只是觉得 好吧 他是fö 有些情况可能会发现到 病人以前的瘤刮时,会瘤得流鼻血 让ристaled流鼻血 sources 未必是当时会有,他有时觉得以前咳嗽,很多时候会流鼻血 轮酸脱的病人在发烧期间是觉得很冷的 有时候很怕冷,很敏感 有时有一些冻风吹吹,他就会咳得很厉害 还有一个不同的地方,我刚才说的烏头就移向左边 轮酸脱是通常在右边的肺,右边肺会容易出现 当然,大家都是尖弱的痛,有时肺膜痛,不想动,一动就会痛得很厉害 时间方面,有些看同疗法要考虑 两种疗剂发病的时间,病变得坏的时间是不同的 轮酸脱通常是早上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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都是差不多,但是鸿酸铁通常有鲜硬的血丝 不是瘦铁色的,尤其是早期 所以每一个疗剂是不同之处 好,我们又听了袁医生介绍了Dr.Bowen早期临床上的经验 早期病发肺炎的两种疗剂是如何区别 稍后我们继续自然疗法与你 今天的题目是《肺炎的同类疗剂》 陆床二健康店是一间最多元化选择的健康店 提供2000多种不同种类的健康食品和饮品 环保家居及个人用品健康产品 营养补充剂一系列健康书籍等等 陆床二健康店电话28824848 网站www.healthshop.com.hk 欢迎回来第三节原网台的《自然疗法与你》 继续我们今天的题目是《肺炎的同类疗法》 麻烦袁医生继续帮我说一下 其他两种疗剂的分别 在早期方面除了烏头、轮酸脱 另外一种也常用的是天茄 天茄好像烏头一样,来得很快 通常那天中焦已经出现症状 而且它的发烧也很高,差不多到105度 现在说的是华士,106度,105度 还有心脏、蜜薄都好像要爆出来的 所以好像是一种脏爆的症状 尤其是在小朋友方面 很多时候小朋友的高烧都是一个天茄症状 它面就会很红,很鲜红色 整个身体都是这样的 整个面、整个身体、所有皮肤都是一种很红的 而且你摸下去,哇,直接烫手 是这么热的 情绪方面都是很兴奋 但就不是一种烏头好像有害怕、恐慌、受害死 但它还是很兴奋的 即是好像不停地倒 可能也会在那里叫,不停地叫 简直是控制不到 还有你看它的瞳孔,就会扩张了 因为它的瞳孔扩张了 所以那个蝶蚁型的症状病人 通常它是很怕光的 尤其是你不可以照下去的 有时候医生很容易不喜欢去看瞳孔 如果你照到那个蝶蚁型的病人 通常是很怕的 它会立刻会缩在一边 你立刻看到其实它的瞳孔是扩张了 所以它通常叫你熄灯一下 身体很多都是 即是熄灯一下 在口渴方面 通常蝶蚁型的人都是口很干的 很多时候他喜欢喝很多水 但也有时候可能不是很干的 不是很口干的饮水 在蝶蚁方面 都是一种冲胀的、干的、黑黑红红的蝶 当然在同学疗法的 很多时候就会看到那些 所谓叫士多啤梨的蝶 士多啤梨的那个类体 好像一粒粒的凸起来 但是在肺炎上 未必看到这个症状 通常是蝶蝶蚓蚓的 有种黑黑红红的 那么肺炎方面 都倾向右边 右边的肺炎更多 通常也是不想打动 打动的时候 就会有些咳 之类之类 还有一个很常见到 它们会头痛也很厉害 頭痛好像蜜蚝声 蜜蜜声的蜜蜜在你跳动,是很脏很痛的 令到它瀑了在这里,头就躺下了,不想跋高 而且很怕任何的动作 还有的时候,你能看到,在那个癫茄肺炎 病人很多时候觉得胸口的胸壁是很敏感的 尤其是你不想不要碰它,不要碰它 而且咳嗽的时候,胸壁本身觉得很痛 亦不喜欢躺在痛的位置 这个就是癫茄的阵形 第四个早期用的肺炎疗剂 我们叫做Epicuana,是肚根 这个疗剂通常是适用一些小孩多些 你会发现很多审婚仔有什么病也好 都很多时候就会有呕吐 很容易的,比大人容易很多 80%的审婚仔病,通常有一种呕吐的症状 所以肚根顾名思义就是呕吐 就是呕吐的一个迹象是经常都会看到的 好了,肚根这个肺炎来的时间 比其他三者慢一点,没有那么早期的 通常你要看到病人的病历 就觉得前几天,前一两天就觉得有点不妥 没有什么坏口,不想吃东西 有点作作闷闷,很可能有呕吐 这些往往是肚根容易看到的症状 通常在发病的时间,通常天气不是一种严寒的天气 通常比较温和一点的天气是发病的 那这种的,好了 那,转型的肚根的小朋友呢 都会暗红,即他面白红,也都会热 还有记住是有个,是比较多汗的,OK 那,他的发烧就不是烧得那么高 就是不像刚才所说的那三种尿剂那么高 大概103度,比较低一点 那,还有那个蜜薄也不会跳动得那么厉害的 好了,但有一样东西是很特别的呢 就是那个黏液那方面 在胸里的黏液呢,通常你会感到一种 一种,就是一种,就是一种 蔓延性的,那种这样的,那个肺那里呢 就会有一些这样的杂音在这里,OK 另外,他很多时候哪里呢 他会会在叮咳, meditation maybe 咳咳, chuy 폭所的喳咳咳咳 那这些痰性的咳,是令到他的后来 去到 fence,咳咳咳咳咳 PT 那样的看到噠的 所以是arlovend 那么这是说的,这个恻是一个 吐吞吐吞吞,好了 还有一个情况呢,就是 就是,他们会吐出来那些 очень 吐的那些疐呢, aí 那些疐呢,通常是一种条状的,不是那么容易断的 而且有些血丝被蚂蚱,这就是肚子的症状 病者,小朋友通常都很累,他病也很累 还有他人比较青青白白,嘴唇青青的情况 而且累得来就比较敏震,可能他会化敏震,因为他真的觉得很不舒服 不想你骚扰他,不想他弄他,这个就是他们的情境 还有时候我们看到他有很多鼻症状 还有很严重的打刺会出现 好,肚根的嘴里有很多时候很黏黏的 因为看到了,作呕,肺部有很多黏液 咳的方面有痰多的那种 所以你看到口鼻也有一种黏黏的感觉 通常肚根的鼻是很干净,很怪的 嘔嘔嘔嘔嘔嘔得这么厉害,应该是唯有事 通常腸胃有事,通常有胎胎 但肚根的阵形很多时候是很干净,没有什么胎胎 而且完全是不多口渴 好了,肚根病人也很怕焗 他喜欢一些风气流通才舒服些 这个就是肚根,大家分不分到 其实这四种疗势都有它个别的独特之处 所以在我们的同学疗法,医医的任何病 包括肺炎都是,我都是要辨证 除了我知道这是肺炎的问题 但我也要知道它的症状是怎样发生的 在同学疗法往往是要考虑 其实我曾经说过,终于都是这样的 它都要辨证的,在同学疗法也是 好了,有些人问,其实要多快会好呢? 在Dr.Bowling的经验,通常在这个阶段的肺炎 通常12-24小时就会痊愈的了 是很快的,12-24小时就好了,OK? 即是说,自古以来,刚才我们也说过 肺炎这个不是一个新兴的疾病 其实远古时代已经有了 只不过是现代的情况之下 人们忽略了,也都不清楚用同类疗法 以Dr.Bowling的经验,24小时已经痊愈了 只要我们配得适合疗剂,找到症状的时候 其实大家就有什么恐惧呢? 不需要再那么害怕 最主要,我们之前也提过 一些负面的情绪,一些恐惧的时候 其实在某程度上已经破坏了 已经减低了我们的免疫能力 所以就更加容易中招了 就算中了招,我们也有一些可靠有效的方法 可以很快的帮忙处理了 文医生刚才已经介绍了 在Bowling的临床上面 就是第一阶段的肺炎 早期的肺炎的时候 就是用了那四种疗剂 就是烏头,Acanine,Fermalphosphate,硫酸铁,Banadonna,电茄, 和Ipica,肚根,这四种疗剂 如果大家想再认识深一点的时候 其实就可以买我们的DVD 因为这个是很早期的 就是不要等几天才使用 通常一发现就使用 所以很多时候我们的病人,学生 一早在家里已经备了这几个尿剂 在陆葬健康店是有了这些尿剂 所以大家可以早点买回去 放在家里作为一种备用 因为这些尿剂不只是对肺炎那方面 其实对很多很多的问题 都可以应用得着的 是不会浪费的 其实刚才说的就是肺炎 表现出来的那些问题 那就是说如果当时那些家里的小朋友 可能也突然出现了一个发烧很高烧 烧到面红红 又拍光 又很口渴 又很兴奋 其实我都可以试用这个 这个不当是这样的 在我们的病人里面 我通常都会教他们 早期他可能带小朋友来 他可能有些高烧或者有些症状 其实我们刚才也讨论一下 因为我们的大学里面 有些措施 就说所有人进我们的大厦那里 诊所大厦那里 都要被人量一量提安 但是很多人很害怕 如果那些新闻仔 如果那些病人有高烧那些 怎算好呢 其实我就发现 其实我们现在很少这些病人 原因是为什么呢 其实很多时候早期 我们都有很多这类的病人 急性病人 但今时今日 其实很多病人 我们已经教了他 是的 所以我们已经一早就教了他 如果遇到这些情况之下 是如何处理 我记得我们今天有一个小朋友 他就是嘔吐了 嘔吐很厉害 他主要是吃错东西 不是那些没有发烧 是的 他就是吃错东西来 他妈妈突然之间就带他回来 他昨天来了之后 他又搞痛又嘔吐 但就不是那些 不是那个冠状病毒的病 我就配了一个疗剂给他 我说 翌日来看看怎么样 他的经验就说 他昨天在我们的诊所 配了疗剂 他吃了一剂 出去没多久就好了 所以你看到 其实很可惜 一个这么好的医疗方法 有250年的同类疗法 英国黄室都采用的方法 其实是安全有效 是惊人的 所以不要再相信 这种事情 世界上没有什么病 叫做无约医的 是的 我相信有收听我们圆网台的 一路跟进下去的听众 都已经很了解到 其实基本上 同类疗法是真的 又安全又可靠 又快趣的一种治疗方法 这次袁医生很仔细地 再和我们详细解释 希望听众听了之后 可以感染你身边的 家人的朋友 就不需要再太恐慌 在整个社会 整个经济上 都不会再受到任何的损害 今天我们的时间都差不多了 多谢袁医生和我们分享 接下来袁医生 会继续帮我们 在肺炎上的资料 继续有第二期 第三期 第四期 也继续和我们探讨 是不同的肺炎阶段 是不同的肺炎阶段 是 Dr. Paulin 是说他二十年 在他那个 在Glasgow 那个同学医院里面 他那些经验谈 我们继续下去 就会和大家继续分享 好了 如果各位有些急切性的问题 可以打以下这个电话 和袁医生做一个会诊 电话号码是25773798 而在海外的听众 也可以透过Skype 和袁医生做一个网上的会诊 可以E-mail去 cs.naturalhealing.com.hk 如果想重温我们的节目 可以上我们的网址 www.sourcewadio.com 又或者上YouTube搜寻 自然疗法于你 就可以听回我们的节目 好的 谢谢袁医生 拜拜 拜拜 如果听众想购买今集 袁医生所提及的产品 可以打去陆创意健康店 电话号码是28824848 又或者可以浏览陆创意健康店的网址 www.helthshop.com.hk 请不吝点赞 订阅 转发 打赏支持明镜与点点栏目 请不吝点赞 订阅 转发 打赏支持明镜与点点栏目 请不吝点赞 订阅 转发 打赏支持明镜与点点栏目